我們現在看到關於地震相關的訊息有哪些呢 看到如果這個地震是發生在牆部 牆陣是在西部的話呢 這情況恐怕就非常危險了 先看到 梅山斷層已經約120年沒有發生地震 未來的50年發生大地震的機率是50% 這是多位專家所講出來的 因為當時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提估說170年會有一次的活躍期 已經隔了120年了 所以在未來的50年當中 這個大機率的地震7.1以上的 恐怕有50% 大家要注意一下小心 再來看到各地的災況 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總建數呢 截至4月5號已經有430件了 主要地區全部都集中在花蓮 還有台北 新北 基隆 紅丹建數有18件 花蓮就占了17件 台北有一件 黃丹建數呢是34件 花蓮14件 台北 新北各10件 那針對這些部分來說呢 4月3號 花蓮的這個大地震至今 不僅是天王新的大樓 恐怕傾斜 花蓮市區還有許多的大樓外牆 瓷磚都看到沒 像這樣子還有鋼筋外露的 憲政府接到176件建築物毀損的案件 其中就有25件是紅丹圍樓 而現場也表示 如果是紅丹的住戶需要臨時租屋來住的話呢 是可以申請補助的 花蓮遭受7.2強症催殘以及近500次的余震影響 位在明樂街的社區大樓 牆面嚴重破損 圍牆斑駁 曼地都是大大小小瓷磚 甚至還有鋼筋外露 社區大樓主委表示 已經邀集結構技師 還有建設處道場會刊 確認主體梁柱沒有受損 現場開出黃丹補槍 無利己危險 不需強制撤離 不過也有住戶不敢居住 拿著洗衣籃搬出家當跟異物 要暫時千里 生怕再受地震影響造成傷亡 房子的話 那這個部分縣政府也會跟中央爭取 比較寬鬆的租屋補貼的部分 根據縣府最新數據 受損建築物目前通報176件 其中黃丹19件 25件紅丹已經拆除4件 而紅丹住戶需要臨時租屋 縣府將補助1人最高2萬元 1戶5人最高上限10萬元 花蓮強正正出居住一日 多少棟社區大樓岌岌可危 住戶無家可歸 充建家園還有漫漫長路 記者六交中 陳良郭一軒 這邊花蓮採訪報導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部分 現在前內政部長李鴻雲就提到 如果這次的地震 台北發生在台北7.3地震的話 恐怕會有3.5萬的房子全數倒塌 政府應該要慎重考慮遷都 那麼也有提到說 花蓮的天王新大樓之前就是黃丹建築 但是因為政府無強制力 而沒有辦法改善 如今一個地震 卻造出這麼大的一個災害 往旁邊看到這邊 居住正義很重要 但居住安全更重要 北市府推出都更已經到了 射到第八件了 八件了 那是否成功 就要看市民的意願跟配合度了 那歷屆的市長都沒有努力都更嗎 這難度真的太大了 不是講這樣就可以的 大指倒塌案件 南機場都更案件 是因為有部分的住戶不同意 而無法推動 可能在法規或政府執行率上面必須要更加強硬 而律委也提到說 這次花蓮大地震並沒有造成大規模的停電 這幾年的台灣能源轉型成果非常好 這句話大家記得 一下來一起來聊聊 那麼看到民進黨立委都在吹噓 這一次地震的輕微程度是自己的功勞 講到就很有氣 明明是因為地震發生在花蓮外海 主要的電網與設施受損都相對沒這麼嚴重 萬一在西部北部那死傷恐怕是現在的100倍都不止 好 針對這部分這次我們請到的是將軍 立正傑立將軍來跟我們一起聊聊 剛剛提到了這個地震的關係 現在有很多的這些律委就講到說 將軍他們講到說這個地震 真的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電網設施做得好 我們的綠能做得好 所以才導致說這次的損害很低 您認為這樣的話是對的嗎 我覺得民進黨很多的這種官員 腦袋裡面是只有政治 而沒有人民的傷亡 或者是減災救災的這種觀念在裡面 然後不管從我們上次看到的食安問題 包括米歇爾郡酸一直到現在的 這次的地震 尤其是我們要特別知道 不管食安或者是地震 這些是不分藍綠的 是天下蒼生普遍一律平等 所以這個時候在做這些政治上的宣傳 或政治上的這種推協責任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沒有這種人性的 講的這些話 我特別要說明 我在921地震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有一個地區的救災部隊指揮官 當你發現那種地震來講的話 你進去裡面 那是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抵擋得了 這種天災的 那時候這次來講地震 因為發生在花蓮外海 所以政央來講的話比較遠 但如果這次政央跟921一樣 是發生臺灣的這種積極像這種地理中心來講的話 這種損害是沒有 是無可避免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進去救災的時候 我很清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帶著部隊立刻趕到災區去 那時候我們是坐著車輛進去 但車子開到一半以後就沒有辦法開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開呢 那我們大家都當場嚇傻在那邊 看到研究 因為馬路變成垂直的 馬路車子開不過去 你等於是開到前面是馬路變成一面牆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了搶救災 是所有人員下車跑進去裡面 然後除了進去裡面以外 你不要說電網 包括所有電話線路 什麼全部都中斷 那必須要我們靠我們通訊兵 去架設那種通訊設施 才可以跟外界保持聯絡 才可以告訴外界 我們這邊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包括飲水這個食物 或者是醫療器材 需要什麼樣的器材 必須要用軍中的這種架設的無線電 才更跟外界保持通連 所以這次來講的話 這種停電 雖然說沒有造成大規模停電 百分之百是因為在外海 那天佑台灣 不至於說造成很大的災害影響 大家要知道 如果說一個地區一旦停電的話 那時候台灣921地震 就很多地方停電 包括台積電 都有短暫的停電 那一個短暫停電 對於台積電就造成很大的損害 那對民眾來講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是將近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是沒有辦法正常供電的 必須輪流供電 那輪流供電的話 你要知道在台北市的話 如果說一旦輪流供電 我們不要講說台北市發生震災了 只要一停電 台北市人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過不下去了 為什麼呢 你只要沒有電 你就沒有水 你就沒有水 那個水抽不到樓上的馬達 我們台北市都是高樓大廈 這個二三四層樓 你沒有電機可以坐 你那個水抽不到天花板 你連馬桶都抽不了 都衝不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民眾的生活會哀哀一片叫苦 那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不是在這邊講這些風涼話 不是在做這些政治操作的時候 而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 下一次這種大型災害的話 讓民眾有個這個減災 地震是沒有辦法預防的 沒有辦法預支的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怎麼樣 讓這個災害能夠控損到最小 那我個人覺得說這次來講 民進黨最讓人家 讓老百姓沒辦法接受的是 警報發放的時間 你居然北北基桃 居然沒有發放任何警報 然後反而南部地區說有發放警報 大家要知道北北基桃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雖然說它戶籍人數沒有說到很多 可是我們很多南部的這種鄉親 都到北部地區來北漂嘛 然後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住在北部地區生活的北北基桃 可能有將近台灣一半以上的人口 在這邊生活 那你那個時候居然對這麼多的群眾 沒有發任何的警報 雖然說這個警報一響 大概隔不了幾秒鐘 我們就感覺到天遙地動 但是關鍵這幾秒鐘 就是這個黃金的時刻 因為在這個時刻你可以提早個幾秒鐘 知道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家庭主婦 他如果那時候正在煮飯的話 他可以把瓦斯立刻關掉 就可以減少很多火災發生 第二個如果說可以的話 他可以把門打開 避免房屋變形 他影響他耳後的逃生 第三個就按照救災的要理 立刻跑到這種桌子底下 堅固的桌子底下要幹嘛 可以減少很多的損壞 所以我這邊呼籲我們觀眾 如果說你這次地震來講的話 你有這個經驗 我記得九一之後很多的相信 因為那時候有這種警覺就會去買 防範的地震包包括手電筒 電池收音機還有一些飲水 一些簡單的這種乾糧食物 這個一面在這個萬一樓層倒塌的話 你在裡面還可以爭取一些時間等待救援 所以那個時候現在因為隔了二十幾年 大家漸漸又把這種這種警覺性又喪失了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說這個警報發放這麼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反而你不應該在敵人發射衛星的時候 對岸發射衛星的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發放警報 你那是狼來了 那真的狼來了 你這時候反而沒有警報 那會讓民眾喪失的警覺性 覺得說警報聽久了習慣了就沒有什麼 事實上這幾秒鐘的時間對民眾來講就是黃金 就地震來講是黃金搶救的時間 我希望這一點來講的話 氣象組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那你說因為這是地震他們研判 這個窯度不大震度不大 所以他沒有發放 我覺得這真的是透露 反而透露出來你這個錯誤的一件事情 給你那麼多的資源 給你那麼多的經費 人家不管是高鐵或者是這個捷運系統 他立刻感受到警報都立刻停止了 那你怎麼我們常常一個氣象組 反而沒有警覺到地震的強度有多大 反而預測不出來 我覺得這是氣象組 這次地震之後 第一個就中央政府民進黨 真的是應該要為了民眾的生命來講 要好好檢討 為什麼你警報來講的話 發放到底是什麼原因出了差錯 那民間可以做到 這些企業公司可以做到 才一定可以做到 然後你居然氣象組做不到 你預判的失誤錯誤來講的話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要講 第二個就是說關於這次來講 我希望這些政治人物 應該要予以譴責 你怎麼可以說因為沒有停電 就是說是因為政府做得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一個想法 會讓民眾上司的警覺心 那萬一真的大地震來的話 民眾來講的話 會覺得說上司都沒事 這次來講我們應該很好 事實上這時候來講 我們更應該做好 各種防災減災的各種預防的 準備一面說是萬一真的是 有下一次的大地震來襲 大家可以爭取更多的黃金時間 更多的救援等待的時間 這才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但我聽到修理了 大家也是有難過的 沙灘的酷度 都不穩연的 都很能靠 真正的